航母上有一根绳子 它能够让20吨重的战斗机在3秒内瞬间停下来 听上去就像让一只蚂蚁举起大象一样不可思议 但其实这根绳子并不普通 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绳子 蓝祖索 一根的售价就高达150万美元 而能够制造出兼顾耐用的蓝祖索的国家只有3个 除去美国、俄罗斯以外就是中国了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蓝祖索之所以贵 在于它能够显著提升航母的作用和功效 可以说没有蓝祖索 航母在海上的威慑力将大打折扣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航母还有另一个称呼 叫做海上移动军事基地或者海上移动机场 它的关键作用在于 能够在海上战场随时派遣和停泊战斗机 正所谓兵贵神速 要是战争爆发 只能从陆上机场出发 估计战斗结束了 飞机可能都还没到 而如果没有蓝祖索的话 战斗机想要在航母上降落是非常困难的 坐过飞机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飞机在降落时接触到地面的那一瞬间 整架飞机都会因为巨大的冲击力而随之震动 即便是与地面接触了 也还需要在跑道上滑行至少8分钟以上 才能稳稳的停下来 航空母舰虽然比一般的轮船大一点 但是甲板的长度却只有300多米长 比如咱们所熟知的辽宁舰甲板跑道 就只有304米长 因此战斗机要如何在有限的距离成功降落 就成了一个世界难题 而蓝祖索却能够让20吨重的战斗机 在3秒内停下来 由此将航母变成了真正的海上机场 之前法国建造了一艘核动力航母 虽然建造航母的技术十分到家了 但是法国还不具备制造蓝祖索的技术 可这航母都建出来了 总不能因为缺少一项技术就半途而废吧 因此它只好向当时 维尔能够制造蓝祖索的美国购买 美国直接按照一根蓝祖索 150万美元的市场价卖给了法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150万美元听上去好像不是很贵 换算成人民币最多也就1000万 但是要知道 一艘航母至少需要四根蓝祖索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更何况它们还是消耗品 每一根蓝祖索的使用寿命 只能保证拉100次飞机 这也很正常 毕竟靠一根绳子 拉住一架冲击力极大的战斗机 怎么可能没有损耗呢 所以一年光是花在这些绳子上的钱 估计都够造几架飞机了 难怪说它们是世界上最贵的绳子呢 小小的蓝祖索 为何能够拉住一架20吨重的战斗机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首先准备返航的飞机在降落时放出尾钩 当接触到甲板的时候 尾钩在瞬间扣住甲板上配套的蓝祖索装置 通过巨大的拉力 在短距离内强行让飞机成功静止 抛开那些专业名词和术语 蓝祖索其实相当于一根风筝线 无论风筝飞得多远 我们也能够用这根线把它给拉回来 如果没有蓝祖索 飞机很有可能静止冲出甲板 这个时候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 都处在随时可能报废或者丧命的危险状态 既然蓝祖索这么重要 它的运行原理也早就广为人知了 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愿意去研发和制作呢 说到底还是技术和材料的问题 比如美国制造的MK7钢索 虽然从外观上看仅仅是一根普通的钢索 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却十分复杂 一条完整的蓝祖索由六条钢丝绳搓成 每一条小的钢丝绳又是由外围的12根主钢丝 中间的12根辅钢丝 以及最里面的六条三角状细钢丝组成的 同时蓝祖索的中心采用大麻纤维或者锯质材料 具有很好的韧性 外围包裹一层坚硬的小钢索 这样的搭配既保证了蓝祖索能够承受20吨重的战斗机 所带来的冲击力 又不至于让飞机因为在瞬间完全被拉住而遭到损坏 当然 要让这条钢丝承受住20吨重的战斗机所带来的冲击力 仅仅是将几根钢丝扭到一起 还远远不够 它还需要和配套的蓝祖系统一起运转 才能确保飞机安全降落 说到蓝祖系统 就不得不说舰载机在着箭之前的一系列必备流程 飞机在降落的阶段必须严格按照正确的角度飞入跑道 这时在甲板上会打开一个由5个方形灯箱组成的光学驻降设备 飞尼尔透镜 来引导飞行员按照预定的航路进行着箭作业 在飞机降落接触到甲板的这一过程中 是发生事故最频繁的阶段 因此飞行员必须确保飞机的尾钩在着箭时成功勾上拦阻锁 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 飞机的尾钩勾住拦阻锁 为了能够拉住拦阻锁上的飞机 安装在航母甲板上的巨大拦阻装置开始发力 它像一个圆形传送带 让拦阻锁绕着它不断运转 而拉住飞机的拦阻锁长度又总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在惯性和巨大冲击力的作用下 让飞机被迫减速 等到飞机停下后 拦阻锁感受不到拉力了 就会自动松开飞机的尾钩复位 重新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用力按住一个底部被固定住的弹簧 等到松开手后 这个弹簧会自动恢复成没被按压过的状态 但是就像前面说到的 拦阻锁的使用寿命有限 毕竟如果经常按压这个弹簧 它的材料必然会受到磨损 弹性也会逐渐下降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三峡大坝不复存在 仅凭我们的人力如何阻挡住一次次的特大洪水 就明白了 拦阻锁就是战斗机的三峡大坝 航空母舰再大也没有机场大 因此它的机场跑道完全不能让战斗机自然降落 并稳稳的停下来 如果没有拦阻锁 或者说飞机的尾钩没能成功勾住拦阻锁 那么舰载机很有可能因巨大的冲击力 再次冲出甲板 但是由于起飞的高度和距离达不到标准 飞机极有可能在一瞬间冲进海里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飞行员的反应慢了一点 就会和飞机一同坠毁 除了冲出甲板击毁人亡的最坏结局以外 飞行员如果没能成功勾住拦阻锁 在飞机接触到甲板的一瞬间 本就存在的巨大惯性和冲击力 没能按照预设转移到拦阻装置上 而是全部作用在舰载机和飞行员身上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 轻则飞机轻微损坏 飞行员短暂迷 重则飞机需要大修 飞行员头部遭到重创 甚至于颈部因为巨大的冲击力而严重骨折 极有可能当场死亡 早期航母使用的液压阻拦系统 就很容易造成阻拦锁过载断裂 需要定期保养和更换 而即便如此 因阻拦锁断裂引发的故障 仍然占到系统总故障的80%以上 2003年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 就发生了一起拦阻所没有拦下飞机的事故 当时拦阻所没有拦住降落的舰载机 甚至于拦阻所还被现场震断了 飞机在复飞的时候也没能成功降落 最终冲进了海里当场报废 幸运的是 飞行员在飞机复飞失败的瞬间 就将自己弹射了出去 才没有和飞机一同坠回 所以说 拦阻所及其配套的拦阻装置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 一艘航母至少需要配备四条拦阻所 就像咱们的辽宁舰一样 配备了四根我国自行研制的拦阻所 来确保舰载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在过去 我国的综合国力无法自行建造航母 对于拦阻所这样的精密装置 更是大眼瞪小眼 束手无策 但是自从我国第一艘航母问世以来 我国无论是在建造航母 还是制造拦阻所方面 早就是轻车熟路了 这不仅是我国军事实力的显著提升 也是综合国力强大的体现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